高伦比亚海军日前截获一艘 再有超过2.6吨可卡因的半潜式船只 执法人员随后对船只展开地毯式搜查时 除了查获大量毒品 还意外发现两具不明死尸 以及两名健康状况不佳的人 军法人员透露吸入有毒气体 但存活下来的两人已经被紧急救治 至于查获的半潜式船只 尸体和大批毒品也被海军队送回 靠近厄瓜多尔边境的图马科港口 海军官员透露 这批毒品市值高达8700万美元 毒贩试图将可卡因藏在黑色包装袋后 再运往中美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